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假日大家假日愉快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種呢 是在KTBNC裡面還銷售的很不錯的車種別 這台是IT打 IT打是如果以台灣來說算是第三代的車型 那基本上它的底盤架構呢 跟前一代二代的Big T打都是一樣的 前面是麥花神的懸吊 後面是拖一臂的系統 基本上它的引擎還有底盤系統呢 都一樣跟二代的話是一樣的 這顆一樣是1.6升NA的自然進氣 然後配上CVT的編護箱 那KT的邊編器呢 這個是前面上座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小小的維修孔在這裡 所以其實這個試蓋的話呢 可以不用拆開就可以把電池拆裝下來 那電池的這個版本呢 它一樣是30段的阻尼可調 T打一樣很簡單 它只要把引擎室打開 Hello Alina你好 對啊我們過年前真的是車輛小小量 好 然後所以就只能請師傅呢 假日幫我們加班安裝 那這台車是IT打 那它的阻尼呢 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呢 線阻的下方這裡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還蠻方便的 那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我們就有附上座 而且上座的軸承呢 如果有常常看我們直播的朋友們 就知道這個上座的軸承所選用的 軸承品牌是日本KOYO的 它的前面呢 我們這個版本呢 配置的是236公斤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位置 還有ABS感應線呢 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裡面的阻尼油呢 使用的是義大利IP進口的阻尼油 這個是配置的直捲彈簧 兩百厚六公斤 它的前面離載窗固定位置 前面離載窗固定位置的話呢 就是跟原廠一樣的 就都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裡面的油封呢 我們所選用的油封是 日本NOK的油封 它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今天的車 因為這一台IT打呢 它並沒有大包 所以車主的想要低一點 但是這個版本的話 我們降到最低呢 也大概是兩尺多 如果有需要再更低的版本呢 它後彈簧的配置呢 就會稍稍有不太一樣 那我們後面一樣是配置的3公斤的彈簧 前面的話大概會維持兩尺半到三尺幅中間的距離 它原廠的車高其實很像休旅車還蠻高的 原廠的車高的話大概是前面大概五尺幅 後面大概五尺多 因為這還是原廠的輪胎規格 車主的話 日後也會升級成改裝的鋁圈跟輪胎 這是原廠的195 NA版的是195 6016 那如果是渦輪版的話 是205的5017 一般都會把它升級成2154 57的 輪胎的價錢比較便宜 然後輪胎的選擇性的話也會稍微多一點點 這是左前面已經安裝好了 這台車真的很謝謝車友那麼多車友的風格 所以我們TIDA安裝的時間都還蠻短 因為支付經常在拆裝 所以安裝的速度都還蠻快的 這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一代的 一代1.8升的TIDA 台灣其實賣的也很棒 那一代的 它的前面的 這個車軸板 這個零件的話呢 它的螺絲孔跟螺絲孔 中間的距離呢 跟二代 Big TIDA還有三代 目前的ITIDA 規格不太一樣 它的距離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很多車友會問說 一代的BNC跟二代三代能不能共用 其實就只有差異在 這個前下座的部分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規格是一樣的 所以簡單來說呢 就是不共用 它沒有辦法共用規格 但底盤整體的架構啊 一代二代三代 其實設計上是都大同小異 都還是沿用當時 跟雷諾一起開發 這個底盤系統的整體架構 後面的話才剛拆好而已 後面的銅聲已經拆下來 這是原廠的彈簧 後面還沒有拆完 後面的TIDA的話 它的這裡有一個維修孔 之前有做一個影片 我們有做一個影片介紹 它只要把這個維修孔呢 把它打開的話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調整到上座的阻尼 所以不論是維修 或者是 調整阻尼 對車主來說都相當的方便 它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缺口 我們只要拿一個一字 只有一隻手而已 只要拿一個一字呢 從這個地方稍微撬開 這個蓋式蓋呢 就能夠掀開來做阻尼的調整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阻尼調整機構 在這個地方 因為還沒有裝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原廠 我們改裝的後面的避震器 或者是原廠的 這是原廠塞下來的後面避震器 西西醫師 這就是很很傳統的拖一臂系統 那它的後面的彈簧 還有後面的桶芯的話 在這裡 後面的話呢 KT它有附一個 家常式的防塵套 這個剛剛在CIVIC8代安裝的時候 我們影片中也有介紹過 它是家常的 它會對桶芯呢 裡面這個銀色的桶芯 把它掀開 這個桶芯呢 會做全面性的保護 當車身降下來之後 它會全部都照住 那這個孔徑 比它大 所以它也不太會積水 那它的 軸性的壽命的話 就會比較長 因為 整體的保護會比較好一些 這是後面的調整機構 跟彈簧 它要降到最低 所以我們把一個托管 先把它拆下來 在這裡 現在後面要準備裝上去 因為前面已經裝好了 後面要準備上彈簧還有 這是原廠的那個彈簧還有那個 彈簧上橡皮 這兩個機構呢 都不需要再沿用了 它的上橡皮很厚 所以拿掉的話 也能夠再降一些車高 那我們有附一個薄薄的橡皮 就是墊在HILOKEY的上方 防止它有異音的狀況 下橡皮的話 就要沿用原廠的彈簧下方的橡皮 現在師傅正在裝 我補個燈光 這一個地方呢 有一個下橡皮 這個地方的下橡皮 就需要沿用 HILOKEY的話 TIDA iTIDA 還有 舊款的一代TIDA 都是一樣 HILOKEY是裝在上方的 它的後懸吊其實還蠻簡單的 兩邊一起裝的話 當然是更方便 兩邊一起裝的話 當然是更方便 大概兩個人要有默契 好 這個是 他的iTIDA的最新的那個外觀造型 哈囉熊媽姐 葉大俠你們好 如果有需要試乘呢 這台車呢 工廠裡面也有試乘車 北區的話 有其他車款 但是TIDA的話要安排也不難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 車有的話都很捧場 所以車上裝的都是大多啦 大多都是道路版的 如果有需要TIDA要試乘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聯絡 可以跟我們裝區的經銷商熊媽姐 或者是北區的葉大俠聯絡都可以 他們都能夠安排試乘 熊媽姐你要庫存喔 Folice場內沒庫存啦 糟糕 你剛剛有打打手機 因為我在直播 所以沒有辦法回你 Folice裡面沒有庫存 你昨天已經拿掉了 哪還有庫存 昨天的那個產子有一間店 好像也要 也要一套 但是我裡面沒有庫存 你跟店家看看能不能延到明天 因為場裡面Folice庫存已經沒有了 大俠你那邊也在安裝喔 要不要也開個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俠你今天裝什麼車 現在過年前 因為假日其實很多的店家都休息 但是 啊好我們北區的那個店家 也安裝的車量也消化不完 所以都剛好排在假日 所以今天開直播的那個 分享的 次數也會稍微多一點點 很多人都希望在過年前 趕快把車子弄得漂漂亮亮的 大俠你再裝那個八代的經濟版了 了解 熊媽姐你在跟那個武器車 阿婆啊回報一下 看看能不能明天早上一早趕給他 那後面的安裝就很快了 因為後面的話 避震器安裝就在 避震器的下方有一顆螺絲 然後上方的話呢 就有一個螺帽 就完成了安裝的動作 所以後面的安裝還蠻快的 啊 替打其實也安裝了 分享好多的直播影片 那在YouTube 如果有要看更詳細的介紹呢 我們的每邊 也有做了一個影片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到YouTube裡面 搜尋 KT Racing 然後空白 替打 就有一系列的直播 或者是介紹的影片 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後面快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後面 他現在在鎖下方的螺絲 這個藍色呢 就是我們KT的筒心 後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個彈簧加調整機構 你要補光給我 後面這樣就已經安裝完成了 所以後面的替打安裝其實非常非常快 加以服務品直推啊 謝謝你啊 謝謝你們的捧場 這車是18年的新車 所以車礦的話都還非常漂亮 來介紹一下他原廠的避震器 他原廠的避震器呢 上部的話其實是一個母口 然後有一個螺絲 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我們的變成改成 會附一顆螺絲加螺帽 所以原廠的不論上座 或者是螺絲呢 都不需要再沿用 所以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呢 就直接閒置了 OK 以上是今天IT打的安裝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對這台車的避震器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跟我們家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